我的内心有很多 fear and anger 很深的心灵创伤 然后我就不想出门,很沮丧 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美好的地方 我叫谢美玲,我是一名社工 我的工作大多数都是在国外给予支援跟援助的工作 去年三月我去了波兰跟乌克兰的边境那里 整个地方很乱 看着周围我就觉得哇,我好渺小 我的帮助就等于a drop in the ocean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无助 我都不懂要从哪里开始帮忙 因为哪里都需要帮忙 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会想要有一个掌控权 他们都想知道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可是当这种事情发生 来战争啊,或者家庭破碎 或者那种疾病冲击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不是在你的掌控之中 那段时间其实我的内心有很多 fear and anger 很深的心灵创伤 然后我就不想出门 很沮丧 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美好的地方 我14岁那年 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去教会 那个时候我对宗教的概念是交易性的 我要行善啊,我要遵守很多法则 我才会得到祝福 这样子不吉利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子的概念 很不一样的就是当我去了教会 我觉得我遇到的不是教会 也不是一个宗教 我遇到的是一种关系 所以就是因为那样我就开始对这个无私的爱越来越感兴趣 我的教会有一个导师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介绍我读这本书 叫Bondage Breaker 所以Bondage Breaker这本书有很多神的话语啊 他就是希望我读了之后 我可以更加理解我的identity 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要 experience healing you need to first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can set you free 我读到一半 突然间圣灵就跟我说 你必须原谅那些霸凌你的人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 然后我就拿出一张纸 我就写下来那些霸凌过我的人啊 那些对我做出不光的事情的人 写了下来名字一个一个 写了写了之后 我发现到了最后圣灵要我写我的名 我发现其实我好像没有真的原谅自己 就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是我自己的错 然后写了之后我就说好 我就原谅纸上所有人的名 然后写完之后我就觉得 I'm set free and I'm healed 然后我觉得最让我惊讶的是 当我把纸翻旁边 我继续读那本书 翻到下一页 那个chapter是forgiveness 之后就觉得其实主在跟我说话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我以前是很小公主的人 我的妈妈都不让我进去厨房煮东西 就说你做的就好 煮东西我来 所以其实我也无法想象有一天我会去这么危险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因为当我从战场回来之后 我对生于死 就是对人生有一个很不一样的那个 revelation 对 因为我自己经历了那个希望 我知道这个神是真的 对 他的gospel is the truth 而且如果是真正的 如何我们生活我们的生活 是会不同的